俄乌戰爭打了兩年半繼續打 俄羅斯國防部十一號表示 俄軍在奪下烏克蘭東部 頓獵刺客地區的一座村莊 同時這也是俄軍緩慢推進取得的最新領土 其實最近幾週 俄羅斯軍方宣稱占領好幾座村莊 但其中許多地方 只有幾條街道與廢棄建築 在烏克蘭飽受清洗的同時 美國駐烏克蘭大使在社群上發佈 將捐贈烏克蘭新武器 美國已將多艘金屬鯊魚快艇 交付烏克蘭國家邊防局海岸警衛隊 這些快艇配備現代化導航系統 能夠快速機動執行各種海上防禦任務 這款金屬鯊魚快艇 為港口安全消防救援和設計 最初就是以模組化設計 能進行客製化 以滿足幾乎任何任務的所有要求 烏克蘭從美國引進金屬鯊魚快艇 就是要打造水上突擊隊 金屬鯊魚這型快艇航行速度比較快 在水面上進行轉彎也是非常靈活的 而若想進行搜救任務 可以換裝一些設備 包含強力照明燈 警報器 擴音器等 俄烏戰爭未見盡頭 烏克蘭只能利用新武器繼續對抗這場戰爭 三連新聞室管理志祺綜合報導